资深记者中志鹏台北报道汪小飞大战大S 十年婚走到尽头之后 续集正在上演 曾经汪小飞的爱大海参 当年趁大S生日时 知深飞到台北追爱 却到一生难忘的撞鬼经验 他在生于1981书中说 住进北一家很知名饭店 却连撞二鬼红音与鬼根打扑牌的军人根 汪小飞说谢谢他们 助攻让大S心疼及任情 汪小飞说 我的本能告诉自己 我要娶的是这个女孩 但如今这段情的演变 令外戒叹为止 汪小飞自爆未追大S 在台北知名饭店撞鬼 图观文化提供时间回到在台北那一夜 汪小飞被压传汪小飞说 台湾和北京相聚真远啊 以至于见到他竟有种久别重逢的错觉 有人开玩笑说 是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那时我们还没确定恋爱 戏听到这话 他不作声 我竟然也有点不好意思 晚在他的闺蜜面前 我们也没显现出有什么不寻常的亲密 就像多年的好友一样 在他面前我会觉得紧张 汪小飞自爆未追大S在台北知名饭撞鬼 图皇冠文化提供打牌的军人与红衣女子 后在饭店出现了当晚 要投诉了 附近刚好有家台酒店 看起来挺高档 我当即决定今晚就住这聊 我有个朋友 那时也去了台湾 我们在台湾遇聊 当晚他也要投诉 见我要住那家酒店 他使劲 劝别 你别住这里 我问 怎么了 为什么不能住这 具体你就别管了 和你说别住 你就别住了 那朋友话也不直说 遮遮掩掩的 坐了四小时飞机 我聊 这家酒店看起来也不错 我不想再找了 便监 道 干吗 还神神秘秘的 我就住这里了 行行行 你 吧 那个朋友特别无奈的样子 汪小飞自爆未追 S在台北知名饭店撞鬼 图皇冠文化提供我走进家酒店 看看周围 装潢品味不错 挺好的啊 那天 未小房间住满了 酒店还给我升级了 把我的房换成了大套房 位于某条走廊的尽头 我往里走 一往两边看 注意到走廊两侧墙上挂了一排壁 壁画上用扭曲的笔触画了一些不明所以的东 汪小飞在台北知名饭店被鬼压床了不知怎的 不住了隐隐隐约约的我听见厕所有水声哗啦滑的好像是管道的声音又好像不是在往天花板一看好家伙水淹了好大一片我觉得不踏实就打电话给前台叫服务生来看看刚一抬手头呼一晕整个人一下动不了了汪小飞自爆未追 台北知名饭店撞鬼图皇冠文化提供先是打扑牌的军人出现了这次鬼压床的时间持续了很 久到我感觉天都亮了耳边喧闹起来隐约听到人在喧哗 我往门口一斜眼竟然看见我几个好出现在门口 他们也不管我自顾自的在屋里打扑克牌来了 我去 你们干嘛呢 没看见我啊 还不紧叫我起来啊 我朝他们嚷嚷 他们跟没听见似 我再一看 我的这些朋友一个个的都穿上军装 还背着枪和大刀 其中一位抄起枪来就向我扫鱼下的 也都放下手头玩的像尸一样 一蹦一地向我逼近 后来想象那场景其实有点搞笑 但当时真是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子弹像雨点似落在我身上 我却没流血也没倒下 随即突然砰一下 眼前的一切化作泡影 我再度意识到自己 时还躺在床上呢 刚才发生的也是幻觉 可身体 然还动不了 一看外面 还是黑的 几点了 我心里囊着 我醒着呢 还是睡着呢 紧接着穿红衣服的 人出现了忽然 我显眼一瞟 瞅见厕所里那面镜 了 房间里没亮灯 厕所里本来是一片黑 可能是 面的灯光照进来 反射在镜子上的原因吧 由那 一处亮起来了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 隐在那里 定 一看 竟是一个穿红衣的女人 当即 我马上断定 在做梦 虽然是梦 可是那个红衣女人 却愈发轻 这样写出来 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信 若不是我当 真真切切的看见了 我也不信 我的身体还是动 了 被子盖着大部分身子 唯有一只胳膊晾在外 我暗念不好 那红衣服疼的蹦过来了 我不知道 怎么形容它移动的方式 只能勉强用蹦 但其实 一瞬间就到眼前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 感觉 在我记忆里 当时的感觉特别真切 它的手 慢伸过来 似乎想摸我的手 顿时有一种极度异 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 我感觉自己起了一身机 疙瘩 完了 不管这是真实梦 都完了 如果是真的 是撞见鬼了 如果是梦 我是现在梦魇里 醒不来 那时候 我什么也顾不得了 只知道来来回回地 心惊 希望如果这是个厉鬼 速速离去 如果是个 奇逼真的噩梦 那就让天赶紧亮 让我赶快醒 就 危急紧张时刻 大S的一封简讯 救了汪小飞 但他依旧在我身边 一点点向我靠近 我看见他的手上就要摸到我了 我盼命想要挣扎 但身体还是 谈不得 就在他要摸到我的一刹那 一阵滴滴滴 声音冲入我的耳朵 无比熟悉 我眼睛猛然睁开 眨了眨 身子一下也能动了 我坐起身 看看周围 已大量了 我出了一身一头的大汗 跟洗了个澡的 刚才叫醒我的那无比熟悉的滴滴声 原来是 的手机 拿起手机一看 六点了 从凌晨三点到线 整整过了三小时 可我的感觉却只有十几分钟 以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绝对是梦 而把我从那 名其妙的噩梦中叫起来的 是手机短信 一点开 我老婆 起来了吗 要不要一起去吃早餐 无比接气的话语 我似乎都能想象出他甜甜的语气 顿 我觉得自己彻底醒了 我知道是碰巧 可他这条 信真是把我救了 本来就对他有好感的我 此时 家破切地想见到他 他家就在我住的那间酒店 近 他说的那家早点铺 离得也不远 我爬起来 感恩 浑身疼痛身上有些发虚 我用水洗了好几把脸 头看看镜子 确认没有昨晚我看到的奇怪的东 了 这才定了定神 走出房门 他已提早到了我们定的地点 在那里等我 要走近他时 他对我笑 说 你来了 我不知道是该笑 还是该对他挥挥手 对 发誓那时候见到他 我真的特别高兴对天发誓 时候见到他我真的特别高兴 我感觉自己整个都活过来了 还活在这个地球上 脚踩上地了 感特别踏实 我老婆样子很鲜小 但你和他一接触 不觉得他谈吐很成熟 而且懂得很多 和他了解 你就能感觉 这是一个很聪明 很有智慧的女生 还有种莫名的感觉 就是觉得自己和他已经非 非常熟悉了 好像很久以前 甚至上辈子就见过 知道实际我们才见过四次 可有时候人和人知 的那种亲切 那种契合 不是用相处时间计算的 我们都意识到 我们已经开始恋爱了 那是个大情 前一夜的阴霾都被台北的艳阳蒸发掉了 我们台北街头逛了一天 当时我们谁也没说 但是比心照不宣 我们都意识到 我们已经开始恋爱了 饭时 为了给我老婆庆生 来了好多朋友 小S 蔡康 伟中哥自然也到了 我也叫来了之前和我关系 错的苏达绿乐队的吴清风 大家聚在一起 像依人士的气氛特别融洽 我也不再是旁观者 而成其中的一员 晚饭后 我们又辗转去了小S家 小S老 Mike也在 大家又其乐融融的玩了很久 我发现我老 成长在一个热闹的家庭中 家里有三姐妹 从小打闹闹 一点也不寂寞 这和我童年时总一个人 情形成鲜明对比 那时候 我觉得自己真的爱上 弯了 这里有我一直追求向往的家的感觉 有我 小一直缺失的东西 我心里特别暖 随着大家高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了 原来这种感觉就 开心啊 我算是头一次这么清楚的体会到这个 的意味 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叫安妮 我还得敢 她酒过三杯 大家相谈甚欢 忽然就聊到我昨晚的那家酒店 现场刚好有个朋友曾是那家酒店 市场总监 我便随意的说 昨天晚上 我睡得可特 不好 昨晚劝我别住的那位朋友马上接话 说让 别住别住 你非要住 那家酒店闹鬼市出了名的 一冷 还没来得及回话 那个执行总监就问道 你 没有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 邪了 她这磨衣 我冷汗直冒 看见了 我以为我做梦呢 她一本正 地摇摇头 不是 那个红衣服女人叫安妮 她还有 字 嗯 你没看走廊里那些话吗 那些都是钟馗桌 她的表情可严肃了 一点不像开玩笑呢 我看见 可没看明白是什么 我当时还觉得挺好看挺特的呢 现在一想几倍都发凉 对方缓缓到来 那个 妮 是在那家酒店自杀的 自杀时穿一件红衣服时 酒店还找了个很有名的法师过来 他就对法 说 我死得那么冤 我要从正门出去 结果真给他 正门抬了出去 你一进大堂 就能看见两幅画 上写着极极如律令 那些钟馗捉鬼 都是干这个事 可是都没用 这些年 看见他的人很多 有人还专 未看他特意来住呢 那个执行总监还说 这家酒 建的那片地早年是日本人屠杀华人的刑场 所 时常有灵异事件 怪不得昨晚我还看见好几个 军装的 坏了 今晚还得回去住呢 不知道还好 知了这一夜怎么过 于是乎 我连连给自己灌酒 灌 边缘处 还保留一丝清醒 心里还是饭处 我突然出个念头 要是我老婆能送我回去 我就不怕了 他在 我莫名的有安全感 于是我半开玩笑地 尝试性的问他 你能送送我吗 他一秒都没有欲 豪迈的说 没事 我送你回去吧 如果没安妮 我也就没有理由让我老婆送我回酒店 我喜出望外 为了能和他一路回去 什么安妮 什么军人 都不算什么了 十月 台北的晚风还是充满了暖意 有他在身边 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有种说不出的幸福感 从心口溢出 我竟然还很想感谢安妮 如果没他 我也就没有由让我老婆送我回酒店 也就没有那段让我感 无比温馨的时光了 汪小飞自报未追大S在台北 名饭店撞鬼 图皇冠文化提供我的本能杠素字 我要娶的就是这个女孩 大概就在那一刻 在我得醉熏熏的昏昏沉沉的时刻 我的本能杠素字 就是这个女孩 我要娶的就是这个女孩 那绝不 因为喝醉的冲动 反而是来自内心最真切的呼 但当初的用情之深 如今已有相衬 汪小飞曾说 的本能告诉自己 我要娶的就是这个女孩 图皇文化提供汪小飞曾说 我的本能告诉自己 我要的就是这个女孩 图皇冠文化提供本文摘字皇 文化集团 评装本出版社出版之声于1981 评吾翼 小飞 你 以外 是 幻子 你 感谢观看